很久很遙耐之前 又再說一次 點電荷我們已經說了 點電荷有兩條重要的公式 我們會知道的 那兩條而已 第一條就是Q1Q2O4SR2 另一條就是E電場強度 少了Q 我們有兩條公式 最重要是這兩條 最重要的電場強度和電力 我們引申了一件事 最慘的是 這個叫點電荷 記住不要搞亂 這個叫點電荷的東西 點電荷代表一粒電荷 放在另一粒電荷的時候有什麼影響 但是這個不重要的 沒有第二個那麼重要 第二個我們稱為平衡板 平衡板 平衡板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一塊板上面 陳家傅 一塊板上面有很多電荷 有很多正 有很多負 正和負之間會怎樣 正和負之間 正和負之間 不是排斥 上次做過一次的 如果上面是正和負之間 就是負之間 那會怎樣呢 電荷會這樣垂直下來 記得嗎 有沒有這樣的記憶 肯定沒有了 那原因是什麼呢 多一次 假設我們每一粒都是正電荷 每一粒都是正電荷 我們透過一個概念 為什麼線是橫的呢 記得嗎 如果我正電荷 我有三條線出來 這邊也有三條線出來 那它們會有機會產生什麼呢 靠差 我們不希望它有靠差出現 所以它應該說 它不可以有靠差出現 所以到最後的版本 就是所有的線都是水平的 除了頂和底的兩條之外 它會這樣繞 如果不是其他都是水平的 OK 所以在之前我們那條公式 E等於Q1 over 4 pi epsilon r 2 次 對 看著 那時候看到我們那條公式嗎 這條公式就告訴你 電場的強度 跟什麼性關係呢 這個電場強度 越遠的話 會越小 原因是 因為距離越遠 因為距離越遠 所以鏡面積會越來越大 這個是 記不記得4 pi r 2 次是什麼 是什麼面積 球體表面面積 因為現在就像球體一樣 現在我越拉越大 這個球體表面面積越大 所以電場就會越小 但是在這個世界裡 就是在打橫的面積裡面 這塊的面積有沒有改變過 有沒有大度 沒有 所以在這裡裡面 這條公式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Q over a epsilon 可以嗎 而這個A 是什麼A 就是這個平衡板的面積 就是這個A 平衡板的面積 平衡板的面積 就是 平衡板的面積 就是 如果假設兩塊板 一塊板 一塊板越大塊的話 那A就會越大 越小的話 那A就會越小 就是這麼簡單 你都明白嗎 明白嗎 可以嗎 就是 現在 之前的E 就是Q over 4pi epsilon r二次 現在平衡板的話 因為面積不變 所以就變成A epsilon 就是A epsilon 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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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本的公式 F等於QQ over 4pi epsilon r二次 OK 現在會變成QQ over 4pi over A eps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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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應該是點電荷 點電荷 現在會是平衡板 平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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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板的電荷就會全 맛이不 Russians 兩種不同的類型是題目來的 我們稱這件事為平衡板和點電汗 不煩的,是激的 總之你看到一塊平衡板的話,就用右邊公式 用了點電汗的話,就用左邊公式 這樣就煩了 都是8.85乘10-12次方 這個AppSignLock的意思是你們不考,不過說完就算了 8.85乘10-12次方,在正常的空氣情況之下就是這樣的 或者真空 有些情況不是這樣的 假設你在水中的,我們就有不同的數字 水中的或者是比較小的 或者有別的介質,有玻璃 也不同 好嗎? 對,密度那些東西 現在說了一次,平衡板很容易看 平衡板 你兩邊中央夾著,中央夾著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有空氣 所以我們用8.85 如果中央夾著的是一些水 那我們就用另一個東西放進去 但這個已經不考 以前就要考的,現在不考 現在九成都不考的東西 如果我只要切兩塊板,兩塊板不是平衡的 聽到,九成九都不考 現在反過來,現在我們的幅圖是這樣的 平衡板就是左邊向左邊移動了 右邊向右邊移動了 上邊向右邊移動了 左邊向左邊移動了 現在踏著的面積變小了 那A會怎樣呢? A剛才不是說的 我們會計算什麼面積呢? 就是計算這個面積 總之它踏著多少呢? 就是計算這個面積是多少 是不是小了? 就是這樣 總之它踏著多少就有多少 這個就是面積 好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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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一些很簡單的例子給大家看 沒有問題的話 好 老師很壞 假設現在這裡有10個C Q等於10個C 而這塊平衡板的面積就等於 這樣吧 OK 那這裡的長度呢 10Cm 好了,只有數字而已 這塊平衡板是多少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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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所說的就是電場強度 電場強度 剛才說過 代表了由上面到來 電場線有多少條 有多密 這個就是電場強度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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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D是什麼 我們稍後遲一點 今天會告訴你 不用擔心 好了 很開心 有些方法 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個是E 那至於是會有一個F出現了 剛才說 什麼時候有一個F出現了 在兩塊平衡板裡面 我們假設放一顆電荷上去 OK 電荷上去 這個電荷會產生一個力 這個力向哪個方向 很簡單 很簡單 向下 很簡單 因為正紅性是排斥的 所以向下 所以那顆電 會有一個力向下的力 而這個力的大小 就是我們剛才那一個 這塊東西 成回它新的電荷數值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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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面那個是電場強度 電場強度 電場強度乘電荷就等於0 有沒有問題 QQ是其中一個Q 另一個Q就是這一邊 我們有兩個Q 記不記得 Q1和Q2 記不記得Q1和Q2有什麼分別 Q1就是能 我們說一樣 有一樣東西動 有一樣東西不動 在現在的情況下 哪一樣東西會動 整頓板 整頓板會不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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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Q2代表可以動的東西 Q1代表不動的東西 Q1代表不動的東西 好像之前 我們說有一個點電荷 我們把兩個點電荷拉過去 這顆點電荷是不會動的 而這顆是會動的 所以這個就是Q1 這個就是Q2 就是這樣 OK 剛才說我聽說 大家坐好一點 坐好一點 好 以下的我們會一次講得比較多 我們會講完 講完能量是什麼 剛剛我們說的 F是等於QQ over A F QQ over A F 但是現在這個A 會不會改變的 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用能量很簡單 直接把它成為距離 平衡平衡版 平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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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世界裡 我們的寫法會不同 因為我們會寫 E等於Q over A F 然後F 就等於EQ 可以 快點 之後能量 等於F XX 到最後 還有一個框 是什麼 看到沒有 就是電細 電細 就等於E乘 S OK 所以能源應該等於V乘Q 這個表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次 那一次是什麼 那一次 你問能源還是什麼 V乎Q V乎Q代表什麼 V乎Q E代表電細 E代表電場強度 V乎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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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電腸中 每單位電學所擁有的能量 即是它在那個位置有多少能量 每單位電學有多少能量去做事 這就是電勢 Q是電腦 Q是4MPHR 通常一本書有時會寫S 有時會寫D 就是不同的寫法 好像很難的 Q是代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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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PHR 2MPHR 5MPHR 8MP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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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PHR 可以叫做C OK 有沒有問題 有線 OK嗎 正同腹之間會有電腸 電腸會下來 而電腸強度 即是它有多厲害 電腸的強度 單位是Nc-1 有多厲害 電腸強度 單位是Nc-1 電腸強度 有電腸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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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放正電腸 正同正會排斥 它會向下走 產生出來的力 就稱為電力 這個叫做F 就是E乘Q 有電力 到最後一件事 電子由這裏走到這裏 它走到S的距離 它得到的能量是多少呢 得到的能量是F乘S 它走到的距離 成了多少呢 這是F乘Q 聽得明白嗎 可以吧 到最後 我們計算每一個單位的能量 假設Q 假設Q是2C 我們計算每一個單位的能量 這裏稱為電勢 電勢 電勢即是每單位 我們不管它有多少單位 我們看看它每單位有多少電勢 另外呢 就是能量 不喜歡寫中文 除回電腦 就是Q 你可以想像 反過來 就是Q QV等於能量 QV等於QE 是什麼意思 Q是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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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領域是N Q是2C 8C 8C是Q1 Q2 Q2 Q2正在動 Q1就是動 Q1就是動 但一粒是2C 對,一粒是2C Q2C Q1 Q2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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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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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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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Q1 Q2 Q2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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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这个之后 我做一本书的练习给大家看一下 本书的第35页 大家看一本书 快点 我们做第12条给大家看 看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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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第35页第12条 第35页第12条 我画出来给大家看 只有这个表 上面是1kV 上面是1kV 它们两个相距距离是3cm 电子的电量 一粒电子在中间流动 电子的电量是1.6×10 59次方 1.6×10 59次方 C 这个是Q 好了 我先把图图画出来 把这个图画出来给大家看 你会发觉其实是不难做的 就是能量 就是这样写一个能量字 m乘dm乘s 所以这个表要大家去搜索 去记得一下 这个是e乘s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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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拥有的东西是这么多 A part 问题 A part 问题 很难 就算了 有一个速度 是的 有一个速度 电子到达金属板 Q时的速度是多少 用什么识币 对 用什么识币 你可以选择 现在我们计算加速 我们计算速度 那就是V 有什么可以找到V 这个V和V不同 这个V是现世 这个V是现世 这个是速度 如果我们记得 我们在力量里面学习什么关于速度 最简单 V等于U加AT 没有的话 V2次-U2次等于2个AS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做 但是也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做 两个方法都可以 计算速度 除了用这个方法 还可以用mgh等于mv2次 2次-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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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已經完成了 質量是9.11乘10的負山1次方 那給你了,就找V是多少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做 你不可以的話,我們有F 找一個架速度出來 F等於MA 那F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知道 F是什麼呢? 我們從V開始找一個F 繞個圈 1000是1kV 電硬是1kV 由V如何找一個F出來呢? 是有難度的 因為我們知道 V是等於E乘S 那E E乘Q 是等於F 所以 跟著我代入的感覺 這樣代入 所以得到結果 就是 寫好一點 V V over S 等於E 然後再代入 它的公式 就是 QV over S 就等於M 看不看 所以 找到F之後 再取回 F等於MA 等於MA 所以 M就等下給你做 等於這堆東西 所以其實不太推銷 這個方法 但如果要做的話 可以做到 最好的當然是 能量方法做 剛才的方法 QV等於二分之MV 可以做完 可以 OK 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很難 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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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努力 今天講到已經到 大家都 悶死亡